价值投资到底能不能挣钱 取决于您买的公司想不想让股东挣钱 好公司的标准有很多 而最基本的一条就是看他能不能给股东创造回报 这个事儿得怎么衡量呢 对于上市公司来说有一条很简单的标准 就是看他从市场里拿走的钱多 还是他回馈给市场的钱多 又或者说你看他上市和增发的融资多 还是给股东的分红多 比如说这两天大跌的茅台 都吐槽他是酱香科技 但是他是真真切切给了长期股东丰厚的回报的 上市以来他的分红金额已经超过了2000亿 而他当年首发上市的时候只融资了22个亿 而且后来是从来没有增发发债这些再融资的行为 他的分红金额是融资金额的上百倍 就算扣除掉通货膨胀的因素 那这个酱香科技吐出来的钱 也比圈来的钱多得多 反而是有些公司打着高科技的名头画饼圈钱 成了资本市场的吸血鬼 股东身上的大马皇 有的是年年增发 但融赖了钱的不做业务 而是还债或者是买理财 有的是玩金融游戏 他把各项业务拆分上市多线圈钱 有的就算退市了 还要再换个皮 再圈一波钱 至于说分红 那想都不要想 先分你个大烧饼 然后再分你个腰斩体验卡 所以说呢 做价值股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个指标啊 就是分红融资比 也就是上市以来分红总额和融资总额的比例 这个数据其实每个软件里面都有 你点开公司资料 在分红融资那一栏里面 看到如果分红融资比超过一的话 那至少说明这家公司上市不是纯奔着圈钱的 它创造的回报大于它吸收的资源 那如果能够超过十的话 这就是一家造险能力很强的公司了 这个时候问题来了 有人会说 公司上市不就是为了拿一大笔钱去快速发展吗 很多的科技巨头什么特斯拉亚马逊什么的 前期也是光烧钱不分红啊 没错 理论上的每个公司都要经历这个过程 从发展到壮大 或者说是从烧钱机器到现金奶牛 但是现实中大多的公司都只有发展期 没有壮大期 为啥呢 要么就是在竞争中失败了 要么就是老板根本就没想过成功 那我们怎么才能找到能够发展壮大的公司呢 答案是找不到 或者说是找到的时候它已经很贵了 最优秀的公司即便是在发展期也藏不住光芒 专业投资者看一下它的业务和产品就知道大有可为 在它壮大前就会给它一个很高的估值 当然也会存在那些很有潜力 但是没有被市场发掘的公司 但这一类的公司只有最顶级的投资者才能发现 就比如说十年前芒格投资比亚迪的案例 而对于普通人来说 我们的专业程度很难找到 那不如认清自己的能力边界 与其去赌这种黑马 还不如找一架老老实实赚钱 老老实实分红的过日子呢 就好像一个男的跟你说 以后他会成亿万富翁 你跟着他能享福 而另一个男的是啥也没说 但是每个月给你一万块钱 那么你会选哪个呢 到说不了了 那我们 Brenda 好 不知道 Bull 中文 知道 我们 像